在上一个星期六,高能少年团迎来了他这一季的最后一期,而高能少年团第二季,从播出到现在的结束,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,高能少年团的第二季,真的是落入了一个口碑和收拾双输的境地。 最后的一期高能少年团,选择了去到泰国进行节目的录制,而这一期的嘉宾,请来了任嘉伦,张雪莹,李子玄,丁丁,不过这一期的高能少年团,还是非常缺乏趣味性和可看性,即使是嘉宾和常驻的阵容,也没办法拯救,之前有观众就对第二季的高能少年团做出评价,那就是节目组花大钱去到风景美好的地方,然后,租当地的体育馆,举办幼稚难看的运动会, 这个评价当时得到了非常多观众的支持,足以证明了这一季的高能少年团真的很难看,不过在这个收官之战,观众除了吐槽持续了一整季的节目环节设置以外,还吐槽了嘉宾之一张雪莹在节目里面的表现。 在节目里面,每个人都会拿到一张照片,而这张照片,随机一位常驻或是嘉宾的童年的照片,而把照片拿到手以后,就要根据照片上的线索,来猜是哪一位,成功找到和照片相符的自动成为童桌。 而在这一期节目里面,杨子和张雪莹互为同桌,两人手上都拿到了对方的童年照片,不过,当董子健询问张雪莹手上的童年照有什么特征,张雪莹的这一回答,完全体现出了她的情商特别低。 张雪莹描述了照片里面的主人,头非常大,然后鼻子是她的,长得还很黑,这样的描述,简直让在一旁的杨子都尴尬万分。 虽然说张雪莹可能不知道照片的主人是谁,但是说出这样不留情面的话,无论谁听到也不会开心。 张雪莹作为新生带小花,其实,在作品的成绩上面,一直都不够其他小花亮眼。 如果为人处师情商还那么低,未来演艺圈的道路,说不定会走得磕磕绊绊,不知道你又怎么想呢?